警察發表會正式開始 首先我們要介紹現場與會的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侯友宜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新北市議會蔡淑君議員 主持人阿姨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台北新特科育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文總經理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 林候永遠的大家長 我們的蔡中英蔡家長 接下來是我們湖北地的梨藏 也是梨藏聯繫會的我們的 張文青張會達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你的劉洪潮劉里長 大家好 我們立元里的黃天埔里長 大家好 立立里的薛辰良里長 大家好 我們瑞皮里的駱阿飄里長 大家好 男士里的陳柏珍里長 大家好 我們往後面看我們 張文青張會 還有我們家寶里的劍邦里長 黃劍邦里長 大家好 夏福里的李美玉里長 大家好 以及我們東領里的陳柏斌里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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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領里的陳柏珍里長 大家好 我們往後面看我們西林里的王國華里長 大家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青湖里的我們的 我們的 林奕希里長 大家好 歡迎 還有我們太平里的 謝玉賞里長 大家好 以及湖南里 全西北最大理湖南里的 紅湖露里長 大家好 好 還有我們頂湖 全部都來了 我們頂湖的蘇月娥里長 歡迎 然後呢 以及現場 滿滿的 最重要的 貴賓們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們平衡的 家人 那另外還有幾位 後選人 也補充介紹一下 一個是我們 青湖里的領長 候選人 我們的 陳柏珍 大家好 還有我們現在 湖南里的 林陽勝 候選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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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還有 同意的候選人 龐青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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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榮幸 有這麼多位 長官 貴賓 還有鄉親們 第0快速 好 再次感謝您 今天呢 是由台北客運 舉辦的 920 925 937 新北市快速公車路線的 新車發表會活動 本來呢 我們原先規劃的是 在我們台北客運的領口站舉行 但因為現場的貴賓們這麼眾多 那考驗大家的契機車 停車的 呃 不方便 然後還有 我們會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搬車的出車 所以呢 我們這次 特別協商我們 淑君阿姨 特別感謝他 為我們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來讓我們舉辦活動 謝謝淑君阿姨 請 謝謝 那我們今天呢 現場也準備了五輛的新車 那由我來為各位 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這批新車呢 會有十輛配置在我們920路線 也就是領口板橋的路線 那有兩輛會配置在925 就是領口蘆洲的路線 還有三輛會配置在937 就是領口圓山的路線 那我們這一批新車呢 配置了278匹的福壽的大馬力快速公車 那我們川內呢 會有3C的充電插座 還有呢 大家可以上去的話 可以體驗我們的4G Wi-Fi 可以免費的上網 還有車內有液晶的電視 還有高速的車具 防便宜 還有防客水的一些設備 那是最先進最智慧化的市區公車 謝謝 謝謝 重點心你們大家有認真聽嗎 有 我待會會考試喔 謝謝 那另外呢 我們這批車的特色呢 是有配置了一個氣囊懸吊的一個系統 那還有我們車上 我們車 待會會看到會有行李箱 可以放置6個24寸的行李箱 還有我們的車上呢 有人體工學的豪華座椅 那領口鄉親人來搭乘呢 更為舒適安全 那歡迎大家待會來體驗 那 謝謝 那 待會呢 我們這五輛新車呢 會有四輛會做一個 呃 呃 讓大家體驗 那第一台車呢 會有我們的紅副市長 跟我們的蜀君阿姨 還有媒體朋友們 會上我們的第一台車 還有里長 還有里長 不好意思 然後呢 那第二台車呢 會直打板橋 那也歡迎各位鄉親 要去的請舉手喔 剛剛舉50個 我現在太不習慣了 那待會也歡迎大家來多家搭乘 那 那另外呢 有一些鄉親可能 待會還要回家煮飯 或是要接小孩的話呢 我們就歡迎大家 現場拍照打卡就可以 現場拍照打卡 或是搭我們的第三車跟第五車 我們會帶大家到 里口奧任那邊去做一個試乘 然後再原車折返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了現場的會迪們支持 首先我們邀請我們台北客運最貼心 請大師妹我們的李建文 總經理 他本身也是我們瑞婷人 我們瑞婷人家長 我們侯府市長還有蔡淑君阿姨 以及我們各位親愛的領口鄉親台 大家午安 我們台北客運 身為領口在地業者為榮 我們以後會在侯府還有蔡淑君阿姨的督促下 會把領口的大眾議書做得更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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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介紹完了嗎 介紹完之後待會就跟各位考試啦 好 其實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林口一直以來呢 因為林口是快速成長 叔叔阿姨在94年選現議員的時候 才3萬多人 現在多少人 11萬 對 接近11萬 所以呢 整個大眾運輸是很重要的 那很感謝喔 不管是我們的大公會 台北客運還有三重客運呢 其實都給我們非常舒適的這些車子 但是呢舒適沒有用 不是 舒適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欸 水表示你有認真聽我講話對不對 對 不錯 好 給自己掌聲一下 舒適很重要之外呢 便捷更重要 那便捷呢就是要班次多 然後不要落行太久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呢 今天我們侯市長來這邊喔 因為剛一個多月之後 你就要帶領著我們 交通對我們非常的重要 謝謝 那今天呢其實很巧 剛好是同時兩個床子進行 一個是台北運會告訴我說 有新車要發表 讓各位更舒適 剛好侯夫這邊打給我說 欸 我想來關心民口的交通問題 所以呢一拍即合 就把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 從大眾運輸 連接到交通的問題 那今天呢我要跟 侯夫請您上來一下 今天我剛才跟我的鄉親講 如果今天喔現場好理喔 這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我覺得 我們希望今天 侯夫可以把我們 滿滿的意見 帶回去 好好的整理一下 所以今天我的鄉親們 不是來捧場的喔 為什麼會蹦蹦蹦呢 我今天的鄉親呢 是有備爾來跟您 跟您提問 然後呢希望您把 這些全部的意見 帶回這樣好好的一個整理 然後讓您就任之後 延續的朱立倫市長 然後讓我們林口的交通 不管是人口增加 就業機會增加 但是我們要下山去上會也好 上班也好 都能夠更便捷 那我這邊先講幾個問題喔 您聽好喔 第一個 我們在A9站的部分呢 我們要在今年年底要招商 也就是要做國際媒體園區 那朱立倫市長非常貼心 他有要求 得妙的業者 一定要幫我們蓋一個公車轉運站 你有會聽嗎 有問題跟你也有關係喔 公車轉運站 那公車轉運站呢 就是有很多現有的巴士 包含現在的920 然後948 945 946 還有121 12110 936 937 都會在現場等各位 那就不用繞長跟直接下高速公路 但是 我們如何去我們的公車轉運站呢 或者是搭捷運 就要靠我們的幹線公車 那我想要問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喔 未來的幹線公車 從一路二路三路來接駁的時候 我們希望是低體排 然後大家可坐可站 快速到達公車轉運站 然後坐滿車子40個人就下山對不對 不用繞長跟 因為呢我們在林口都是繞了很久之後才下山 好第一個問題 未來的幹線公車 到了我們的所謂的公車轉運站 有沒有所謂的票價補貼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民上選之後 要幫我們列入考量 不然我們的負擔會太重 沒錯吧 好 所以呢第一個是補貼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幹線公車 我們希望都能夠要求是低體排 讓一些身心障礙或者是菜籃竹 都能夠來搭乘 好不好全面性的喔 幹線公車你要來你要來喔 你要來喔 好OK 你應該叫我來騎這個 我現在把問題丟給你 那另外呢 待會就是民眾也會提到 就是我們現在交流到1 然後交流到2 就2的問題非常會塞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 也就是我們每次上次民 6月6號來林口跑我的行程 結果呢在哪裡 高速公路他出不來 為什麼 發生車禍 這就是林口民眾 現在也很擔心的 如果在出了五虎交流道 到林口交流道這一段 假設今天發生了 發生了任何的狀況 我們林口的民眾 是得等待就業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回家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路是否有機會在 之前的開餐收費站的便道 能夠開通 然後提供我們民眾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是 那我們更方便之外 第二個也就是車輛人流的一個分流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的問題 你記得就可以不用回答我 OK 那現在我們先請他 為我們各位講幾句話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加油 謝謝 謝謝 淑君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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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一點像在 議會裡面被執行的感覺 沒有錯 我明年的五月就要質詢你了 我們淑君阿姨 這個口才非常靈異 難得看他說 講錯一小句話 但是他馬上又用他的IQ 把他轉回來 像這樣一個聰明能幹 又為臨口畢曲 打拼的好以來 是不是要繼續支持這個 其實這七年多來 我在臨口 臨口人口一直在成長 我記得前段時間我來搬一個十萬人 如果一直搬十萬人的 嘎嘎搬十萬人 在臨口區的區域 區上海的那個會議性的地方 那慢慢慢慢來 人潮十一萬 國小一間一間在幹 外喬學校一間一間在幹 我們的產業一間一間一間 你剛剛講的 我們的第九號 我們準備這個地方 這個交通管的印象 其實我那一間 我已經看過了 然後做幾點 就過去來我看 其實這個 剛剛是阿姨騎的很多點 我記得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未來當市長的 或是在這裡當一面 都要為臨口未來人發展的面前 不斷不斷的往前面做了更多 我相信他的人口一定會更多 只要臨口公益 人口公益就行進 12月4號 這個產業如果進來的時候 林口會變得更重要 不是只有勇士才能有去 也不是只有阿姨騎 林口公益帶來的 就業人口 要相對的交通更顯重 所以 所以 這都要為以從 我們趕快想到的 要做的事情 所以 這邊謝謝 我們臺北拖延健文 萊麗婷 謝謝 我們的老鄉長 蔡鄉長 整個家 也謝謝所有理長 都整個家 鄉長 市民的支持 在這裡 說這麼多 他不動算 我別人不一定 就這樣行這樣做 對吧 是不是一定要動算 你叫我來掛簿 我來這裡掛簿 你不可以說我就算了 我一定要動算 沒有可能的事情 我有跟助力人講 要幫我交接給你好不好 除菊婉怡 五月就來總質詢他好不好 對 算了 這個林口的生活的品質 也要好 我說我不會愛你 你看 不說也要愛你 對 我們兩個 還有愛你店 林口地區 永續的發展 絕對是我跟世紀阿姨 要簽名的地方 尤其林口 是我第一 第一次起了北部的地方 因為我的班校 就在這裡 我在結業 所以跟我的感情 非常的深厚 尤其林口的時候 每次我來的時候 都是風大雨大 又是又是 現在比較不會 差好不會 以前我的棉被蓋 蓋都濕了 但不會 表示林口 其實因為很多的人口 沒有進來以後 要環境我的部門 那面對了 可能我們的 世代屬於下來的事務自在 也慢慢在 我看今天來在前衛了嘛 慢慢的這裡 帶來的這種招勤 或是延期的話 其實住在林口的人 真的很希望有施愛 所以我會有一定 在施愛的 議員的監督之下 未來 我會先鼓勵你 我會更認真 但是你要讓我當選啊 好不好 來個議員要不要動陣喔 好不好 還是要不要動陣 今天我也特別謝謝 我的戰警朋友 都站在我旁邊 這些都是我 30年的老戰友 可能不只啊 剛好雨昕 這也是我的戰友嗎 這個是我分級的刑事組的同仁 你看這老闖在那裡直接在拚命 他現在在那裡涼的涼的 沒有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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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我護衛生啊 林明進啊 我和秋冬這都我老闆的事 這都喜歡我同仁 我們給這些一路 保護我們的這些 支持人 我們來當局檢查 工作的好朋友的掌聲 謝謝你們的保護 但這件條是 我們保護大家安全 因為大家有一個很禁忌 大家都是一間道德 所以我會跟阿姨 其實阿姨走在一起 跟所有理想走在一起 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走在一起 不要只能喝幾句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就是 好辦的這些助理們要做功課囉 好不好 數據來我們不能先做一下 我請他們來提一些問題 還有問題啊 對啊 大家都有問題的 各位對林口的這些交通 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一個建議 或是你現在碰到怎麼樣子的一個盲點 然後呢我們就簡單來提出來 好不好 OK喔 來 來 我們請那個 馬上掛出來的黃青龍 來 我們請黃先生 大家好 市長 議員 好 因為我有三個交通問題 從這個問題 不要是我講台語 因為當時的交流大問題 我們市長和議員 我提過了我就不必再提了 第二問題就是說 四大英的行走村將開放2,500戶的人口住進 因為這個 是在我們湖南面 所以我特別注意到這個交通的問題 就是說 在人愛路 文化一路 文化二路 甚至三路加的交通 可能會比較會打結 這點希望市府和市長和議員 對這點可以提早幾個 讓我們黑蘭里 比較不會說有這個交通問題 第二點呢 就是 一樣是我們 未來的這個 頭骨少的問題 因為我 經常在這裡 也是我住在附近 就是說 頭骨少 在我們民間路 這個路面比較會 啊 這個 我們的學生最好處 家長這麼長的 這個 學生的時候 比較不一樣 所以 希望市府的 和我們 議員的 可以對我們 民間路 甚至 議員的方便 來這個家長這麼長的時候 就要注意 要用到幾個 對我們 學生的時候 也有一個安全的 這個 這點請 市長和議員 幫我們當主委 如果有這個機會 當我們副議員和市長 在 民間的這個時候 總統內委 為我們黑蘭里打拼 這是我的第一個 希望 拜託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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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蘭里的候選人長 胡蘭里的心情 那各位 還有沒有什麼 要跟我們 侯副市長 來這邊大哥 對 我們就是簡單講 講重點 我想 大家都有問題 我提出來的問題 大家住哪裡 我住 未來城 未來城 那 我提出問題 我也提出解決的辦法 那 一起 這個 我們現在的交通 怎麼塞呢 都說 一路 二路 三路 這是幹線 那幹線 這個馬路 路邊停車 然後公車再一靠站 好了 這條路就塞死了 這個問題就出在路邊停車的問題 那這個路邊停車怎麼解決呢 比方說有廠商願意蓋停車大樓 那我們就鼓勵他 他如果蓋了四百個停車位 我們就路邊停車取消五百個停車位 那這樣子的話 停車沒有問題了 那 還是有人違規停車怎麼辦 就叫這個廠商來負責 路邊停車被人家拍照兩張 超過十五分鐘 罰你停車場的錢 你是業主 你要把這個車子拖走 如果廠商不做 不願意沒有這個意願 那我們是否做 用這個方法 這樣的話我們這個一路二路三路的這個交通 就可以暢通無阻 還有一個公車近站的問題 他只要一靠邊 就會把這個三條線變成兩條線 所以我建議能夠在人行道上 切大概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這個路 然後呢 一半給一半再站在路面上 一半站在人行道上 換句話說人也可以過 那車子呢 就比較不容易堵塞 這是我建議 希望那個市長呢 能夠把這個事情給幫你解決 好 謝謝 謝謝 大哥住在未來前 就是送屬於 那個省長的隔壁 那還有沒有想要提出 誒 純陽 我們莉莉妳的里長 我希望就是在招標這個國際媒體園區的時候 有兩點 一個就是能夠蓋立體停車場 那因為那邊的話我希望可以靠文化二路那邊 因為那個 因為文化二路一下交流到立體裡這一邊 本身它是早期開發的 它本身的那個社區停車位就是不足 所以有很多的那個住戶它都是停到路邊 那如果就是有開發的時候 就把它停到那邊 那一下交流到的時候 文化二路的兩邊 因為那邊都是小吃店 那可以把這個 有這個立體停車場可以停的時候 就可以把旁邊的那個停車位取消掉 不然的話就會常常買個便當 就是變成兩線道變成一線道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那一邊的話 可以開那個 可以從A9站那個地方 可以開設路出來 拉到20項 文化二路20項跟68項 這樣子的話 這邊的居民過去那邊的時候 他就不要再開車過去了 那就又會減少那邊的堵塞的問題 這是以上我的建議 謝謝 謝謝我們理事長 謝謝 然後張鴻斌理事長 佛市長 現在顧我之後的市長 我在這裡小小的一個建議 因為當年你 小的比較老舊的社區 因為這裡交通 因為我們工業工業也在那裡 所以做成了一些上下班的時候 跟這個都會開車 尤其我們自公家 下弄小小 是嗎 在市長的英靈基督 有辦法跟董燕利 這邊做一個好好改善 好好的氣味 我們的生活品質更好 這就拜託我們 佛市長 努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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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要跟市長報告一下 我有請一位 就是 學交通的專業人士 他特別做個簡報 他想針對就是我們交道的部分 然後做一些就是簡報的一個 對 好守在人間 然後這邊我有準備那個電視這邊 也是可以看到他的簡報內容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他姓余 他姓余 副長好 那個蘇貞阿姨好 立場們 然後他 那 說專業不敢 但是就是 那個有一點 很客氣的真的很專業 那今天就是 想跟董事長這邊那個 講話一下就是說 關於我們現在 你所交通改善的一件事 後面聽得到嗎 可以 蛤 聽不到 可以 可以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那就是 關於離口交通部分 我們兩個項目來 來簡報 對 那就是第一個部分就是 離口交流道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離口區內的交通問題 那 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 離口文化 就是所謂 41A的交流道的現況 這兩半圖 那 它是一個很標準的 我們那個 交通通局上面稱為 林行 林行交流道 就是所謂的最簡單 最基本的一種交流道 那我們下一頁 那從這個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離口交流道的 所謂的交通的 衝突的熱點 其實就是在 文化一路跟巴德路 然後還有文化一路跟那個 灰山一路的交會處 因為所有的車子都必須在 這兩個地方停到紅綠燈 直走的那個 穿越的 左右轉上下公路 上高速路跟下高速路的車友 都必須在這兩個點 停到紅綠燈 那這個是 這個林行交流道 它的先天的一個限制 所以它有一個車流量的 一個上限 那我們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 這個圖就是說明說 我們這個林行交流道 它的車流 會在這個地方 做所謂的交跡 上下交流道的 然後跟要穿越的車流 在這邊會有一個 左轉直走 右轉的一個衝突 那我們下一頁 這個交流道 這個交流道 在美國這邊 其實它已經有一個 改良版的那個交流道出來 那它被稱為 叫做所謂 稱為 交流上稱為DDI 就是所謂的 零行分流型交流道 那它是一個 在2009年 美國密歇根州 開始推出的 第一個 那個設計 試試看 然後至今 還不到10年 全美國已經有 超過60個 這樣改良性的交流道 已經發生了 然後所有的各州都覺得 這很好用 然後已經開始大力推廣 那它被證實 是可以更順暢車流 然後提高運量 然後並有效減低交通事故 然後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是它建設成本 非常不高 這是非常可行的一個方案 那我們下一頁 那這就是 零行交流道的 分流交流道的一個示意圖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 我們原本就是 所有的車子開車 就是靠右走 它經過交流道的地方 會轉換變成靠左走 然後 我們想像一下 這是文化移路好了 從林口往長根方向 你在到交流道前 有個紅綠燈 導引你 換到馬路的左邊 然後過了高速公路之後呢 再倒回原本的靠右走 那反向一然 就是從長根到林口方向的話 也是從靠右邊靠左回到靠右 那它好處在哪裡 我們下一頁 這是一個美國的那個就是 奧勒冬州它五號公路的一個 一個介紹的影片 我們直接看影片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直接看影片會比較快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車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交叉 然後正在那邊又交叉回來 所以在高速公路上方那塊的橋 它左右是電腦的 那左右電腦好處是什麼呢 在那裏影片會比較快一點 那裏影片會說明就是 我們完全消滅了 所謂的左轉石像這個部分 就不需要左轉浩子了 車子只要開到這邊 然後上到公路 就基本上不用在這個紅綠燈而已 對 等一下 是的 這車子在這邊提那個紅綠燈 放過去 拍個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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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高速公路橋一樣 不會有兩個紅綠燈 可是這兩個紅綠燈很簡單 它只有綠燈跟紅燈 那我們跟著它的3D 3D那個往前看一下它是怎麼開的 然後像行人的通過跟腳踏車的通過 也都會比之前更安全 那車子開過紅綠燈之後 跑到道路的左邊 然後要 比如說要到長根的 它就繼續往 靠右走 那要上到處公路 要北上的呢 它就靠左然後就轉進去了 沒有在等任何一個其他的紅綠燈 那唯一有可能是 可能在這邊再等一個 然後過去才會到長根去 對 那 下交的到了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 我們畫音下交的到長根 這個風車要 對 風車要左轉 然後要直走向右轉 全部卡在這一口 有沒有 但是這邊 左轉要下來的 你不用擋紅綠燈 它往前開 欸 我們現在感受一下 靈火這個出口 對 開到這邊以後 該左轉了就左轉了 它右轉往靈火回家的 在這邊 如果有時間 他就有號字 沒有時間他就可以有 往前走 所以基本上 這種設計是 幾乎消除了大半的 所謂的我們 黃綠燈的時間 對 那 上高速公路就像這樣 欸 我就上去了 對 所以黃綠燈基本上 你等一次 如果車子多的話 可能還是兩次 不過就至少不會像 我們現在常常上班時間 等到三次 四次 對對對 然後很多車子會堵在路口 左轉車 關不過去就停在那裡 然後直行車也會多人 好 那個影片我們可以停掉 這個他在講它四區的文化 我們看下一頁 沒關係我們那個 就跳翔 對 剛剛這個 那個前面的部分就正對我們 林口文化衣 基本上文化衣文化北 長得都很像 就是所謂的傳統菱形交流道 那 有沒有改成方案 有 但這個在台灣算是 可能是創舉 從來沒有人做過 那這 我覺得很適合在我們林口做一個嘗試 因為我們是一個人口增加 車流增加的東西正式 那我現在就是進入到 第二個主題就是 針對那個 林口區內所謂幹道的部分 那 就很快了 那我們區內幹道的部分 為什麼會塞車 我想 我們從這個 Google Map 為什麼我選了 文化山路跟中校路口 才看 我們這個 這個四個路口的路寬 大概都在25 道路大概都在25米左右 然後都配置了雙向雙車道 但是 麻煩的是呢 我們為了留給左轉車 所以我們每一個路口都有 左轉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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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執行車只有一線 那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是街景谷 我們看 這個是文化山路往北 在中校路口前 所以你車子如果你要直行 你只能擠到這裡 然後會跟右轉的擠同一條 然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右轉車 遇到有人要等行人 哇 慘了 這邊 因為現在很多outlet的人 會從走來走去 所以 行人在這邊等的時候 車子轉不過去了 所以直走車也走不了 那你看到左邊整條 左轉車都是空的時候 會不會想過去 對 我自己常常聊過去的 對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是中校路口 那這個是當初交通局 建議設置的所謂的 就是那個 時段停車 它把它取消了之後 會希望引導大家車流 往這邊右轉 可是 效果不好 為什麼 因為大家好像都不能走 因為這不是車道 坦白說 那你會按照的箭頭 就是躲在這邊等 對 所以一樣 就是有塞車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我整理出來的 就是林口區內交流 交通設計的一些問題 就是 不順暢 什麼正常原因就是 我執行桌轉車 就大家搶來搶去 因為 兩車道個人 只有分來一條 所以執行車子 塞一條的時候 監工時間就一定塞車了 那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噢 分隔島的設計啊什麼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要那個 特別提一下就是 行人安全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鼓勵大家坐公車 那行人的部分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馬路路口 其實設計的 沒有讓行人一個安全 等的過馬路的一個空間 然後第二個就是 它沒有路燈 就是晚上那個地方過馬路 是按摩摩的 那行人自己不會發光 其實路面很危險 對 然後再來就是行人的行道上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障礙物 那我們下一頁 那 那個長西 不好意思 是 那個全部的資料 我待會兒會全部把它 讓它播完 好不好 好 那我想把這一份 你送給侯部 是是是 沒問題 好 謝謝 我們掌聲給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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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不夠專業 專業對不對 所以待會兒我們好好研讀一下 等一下 那這邊的話 要不要跟大家請啊 坐公車 好 那待會兒剛剛屬居然是不跟各位講了 我們那個一號車就請泥炸 還有我們媒體 然後請紅褲上車 然後呢 還有要上車的 欸板橋是哪 哪一號 去板橋是二號車喔 好不好 然後呢 第幾號車現場打卡 綠色的那台現場可以打卡 好 937那台車現場開到打卡 我們各位上車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各位鄉親的律領 我們現在邀請大家來品嚴 然後呢 現場台北推運呢 有位各位準備餐盒喔 那一定要上車之後 我們回來會各位準備 坐下 前面嗎 没关系 我们这边叫人 好 你去找朋友啊你 Yuki獎,來走,Yuki獎,來 Yuki獎是什麼意思 Yuki獎,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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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獎,來走,來走 Yuki獎,來走,來走 謝謝各位收看,掰掰